陆路交通管理局将在未来的五年购买超过2000辆电动巴士 预计到了2030年 电动巴士将占我国公共巴士车队的一半 当局也宣布从12月起将有多10辆电动巴士投入服务 使公共电动巴士数量增加到70辆 新一批电动巴士将率先用于86号、107号和159号巴士路线 陆路交通管理局说 这些单层电动巴士拥有三个车门 巴士具备两个新的功能 分别为电子后视镜系统以及自动斜坡板 电子后视镜系统将减少盲点 提供车长更宽广和清晰的视野 自动斜坡板方面 车长只需要按钮就能操控 斜坡板也设有感应器 探测附近的障碍物并自动与路源对齐 交通部政务部长穆仁李 今早到新的盛港溪巴士车厂视察 了解新一批电动巴士的操作 这个车厂将可容纳500辆电动机混合动力巴士 陆路交通管理局是在8月将新车厂交由新捷运管理 新捷运目前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预计明年初投入运作 五口 五口